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的立场是修改这个布格利令 修改这个指令 结果出来明显没有修改 陆造福保持戒末了接近三天时间 两天之后他才出来发声 说维护拥护这个内阁的决定 一眼可以照跑 只是不能在学校里面做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重点来讲陆造福的这一番话 还有讲这一个以真定局的课题 最后一次讲 除非未来还有新的发展 因为现在已成定局了 那我们有一个survey 就是陆造福的这一番话 你认为是帮忙还是帮倒忙 16%认为帮忙 帮倒忙的压倒性84% 现在3100位独有投票了 还没投票的独有赶快投票 陆造福出来讲话是什么 内阁一决 校内不得展示啤酒标志 华教可继续伴华教一眼 这个就完全是我们之前有 我就不拿那个文告讲出来 完全陆造福只是重复教育部文告的话 教育部文告分成三段 不可以有啤酒标志 然后我们有考量过往是可以接受筹款的 所以好像是可以接受 但是他没有明确写出来 然后非穆斯林师生不可以参与 陆造福只是出来 可是陆造福这一番话 他更进一步 他讲校内不可以 因为在那一个是说学校的活动 不可以门爬妹干 陆造福现在是不止学校的活动 包括校内 只要在学校礼堂都不可以有啤酒标志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发现竟然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到 这个是英文的 No gray area Status core remains 陆造福说 没有灰色地带 现状保持 内阁立场这是中文的 内阁立场不存在灰色地带 一眼以前现在也没问题 陆造福确实讲得对 没有灰色地带 教育部的文告是很清楚的 校内学校活动不可以有啤酒标志 筹款应当是可以 我当时有解读给文告 虽然说的不清楚 但是他的意思应当是可以 所以陆造福讲一眼可以 只要没有啤酒标志就可以了 然后他有进一步讲 在学校外面就可以有酒标志 在学校里面是不可以 这个是陆造福自己讲的 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这样子讲 教育部是讲学校的活动 那陆造福讲只是校内学校的活动 校外学校的活动是可以 所以这个是陆造福自己讲 教育部的指令没有grade area 没有灰色地带 但陆造福讲的是他自己的立场 你们可以选择相信他 可以选择相信他有影响力 就算他讲错政府会给他念 可能如此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教育部的立场 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这个是陆造福讲的 你看陆造福一讲这一个东西 我们的铁粉大哥发来 我先给大家看很多人在跟你讲 一眼没有受影响 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还是可以的 马照跑舞照跳跟以前一模一样 跟这个指令被挑起之前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的铁粉大哥 我把他的名字拿掉了 去我的家乡 笨真侨明学校 侨明学校我也去过 以前乒乓是很强的 侨明学校 我以前每次去乒乓比赛 去乒乓学校都是输给乒乓学校的 乒乓学校办了一眼 旧logo全部遮起来 跟巴都巴哈 巴都巴虾 华人中学 一模一样的情况 你看我把这个图解给大家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 他讲的就是这一个 笨真宴开168席 工钱盛大 他一个一眼为侨明筹了 近87万 那侨明学校 大家有看到那个支票 出现什么问题吗 就跟那天 我们铁粉主席大哥 孤大哥发来的照片 是一模一样的 啤酒公司的标志 完完全全的消失 还有人可以跟你讲 马照跑舞照跳 这个是刚刚举行的活动 标志是完全不可以有的 陆兆福说了很多错话 说了很多谎话 越渺越黑 我们的阿达大哥 前两天我去吉隆坡 谈东西 然后有跟阿达大哥吃饭 阿达大哥喝酒 就是陆兆福出来讲话的时候 阿达大哥很生气 他是很有钱的人 千万身家 亿万身家 然后是做IT的 有做生产 有做IT software 都有做 他看到这个问题 他讲 你又要吊陆兆福了 你看他越渺越黑 这些话 越来越鸟 讲到越来越鸟 你看 底下我一点一点拿出来 把陆兆福讲的话 拿出来编试 给大家知道 他讲的有多么的错误 乔明 7月29号看到吗 7月29号的新闻 并没有像大家所说 马兆跑五跳票 标志被遮起来 然后 底下我把标题拿下来 华教一眼展示酒类风波 不影响礼堂租界 半宴会喝酒 这个同样是 没有人讲 连陆兆福也没有 陆兆福讲 校内不可以有酒标志 现在 有人放消息出来 华教一眼展示酒类风波 你华教学校自己的活动 在学校礼堂 不可以有酒标志 但是 你租界场地 给人办婚宴 人家办喜宴 给人家办社团活动 是可以喝酒的 但是教育部并没有这样子讲 按照陆兆福的说法 其实是不可以的 学校礼堂 不可以有酒标志 清清楚楚 一点 转环的余地都没有 既然陆兆福跟法尼娜教育部 都讲得这么清楚 那这些人 我不知道是黄家和还是谁讲 好像是黄家和讲 为什么可以讲 可以办酒会 我问你 这个是Tiger Beer Tiger Beer这样子放在桌上 酒标志有在了 这个算不算展示酒标志 你讲 算不算 倒酒的人 有去过晚宴都知道 Tiger Beer Casper Beer 倒酒的人 都是穿着他们的衣服标志 一箱一箱放在那边 这个算不算展示酒标志 这些没有被清楚 阐明 然后这些人就跟你讲 没有Gray Area 你可以去执行 不是等于 他们去碰 叫他们去撞 叫他们去死 像我讲 这就是如一把剑 悬在华教的头上 我现在不对付你 OK 我们现在这件事情 丢失很多选票 很丢脸的 我给你继续去做了 把半碗烟给你做 可是下一个政府上来呢 或者是下一个 更强硬一点的人上来 你看现在是温水出清花 一步一步退 退到不可以有标志 啤酒算不算标志 OK 现在酒瓶酒罐放在桌上不算 到下一个再退一步就算了 而且教育部是清清楚楚跟你讲 在学校里面的活动是不可以有的 所以这些人是拿来典荡我们的利益来欺骗我们 所以这个课题为什么我这么生气 华教一眼展示酒类伤标风波 不影响礼堂租界办宴会喝酒 这个陆兆福讲的 你看完全就是乱吹 叫教育部出一个明明确确的指令 有这么难吗 为什么要你交通部长来 出来解释 教育部的立场明明白白 而且你交通部长的立场 跟教育部的立场是相左相冲的 我之前把法隆纳讲的话 跟陆兆福讲的话 放在一起给大家比较 两人的立场是南辕北侧的 你陆兆福有什么理由可以这样子解释 有人来骂我 这些喜地人讲 红律师你要骂法隆纳吗 你骂陆兆福 这是法隆纳的错 不是陆兆福的错 法隆纳当然该骂 所以我一直都骂法隆纳 就像回教党当然该骂 所以我一直都骂回教党 但是骂回教党你要知道 更错的是去做的政府 马华错 马华当时没有阻止 我跟你说马华都不知道有这个指令 行动党都说他不知道 行动党比马华强 行动党都不知道 马华会知道吗 这个东西是巫统通过的 你行动党要骂巫统 可是你们去骂马华 OK不用紧骂马华 马华没有用 就是马华没有用 所以现在扑改了 你骂马华不用紧 但是你现在不能纠正 马华的错误 你在萧归潮水 比马华更进一步 你是比马华更没有用的 所以你每一句骂马华的话 回来都是打回你自己 这些人竟然没有发现 这个是最可悲的情况 就像陆造福 他这件事情是答应我们会修改 挂胡说不包含非穆斯林的学校 有洗地人当消息流出来的时候 教育部的指令还没有出来 全部媒体都说独家消息 有洗地人讲如果陆造福做不到 叫他总吃 结果现在没有做到 这些洗地人就忘记自己讲过这句话了 有人截图给我看了 这些人就忘记自己讲过这些话 当做什么话都没有讲过 然后又在那边洗地 又在那边 就像陆造福在转自己所说的话 应该去问陆造福 你讲的修改指令 为什么没有做到 教育部的文告 第一点就跟你讲 保持维持没有修改 所以陆造福信口辞皇 假装在捍卫我们的权益 最终没有捍卫 而且Facebook已经在流传 陆造福在内阁里面是没有距离力争 他是同意这个陆造福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解释 所以拜托大家 睁开你的眼睛 那这张图现在传到乱了 2017年国政时代 Tiger还在 2021年国盟时代 后门政府的时代 现在只有我还在用后门政府 我一样骂他是后门政府 有意说意的 Tiger还在 2024年联合政府时代 火箭时代 Tiger不见了 这个是巴赌巴西亚 华人中学的 Tiger不见了 7月29号的新闻 该我给大家看 侨明学校的 也是不见了 看到吗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然后肯定有洗地人会讲什么 不要放标志罢了 你振兴帮华教 比如这些酒公司 振兴帮华教 不要放标志 马照跑舞照跳 宴会可以照做 不要放标志 讲这些人 不好意思的讲 你就是白痴 其实我也不要不好意思 不需要不好意思 因为根本就是白痴 你讲这样子的话 你去跟你的组织讲先 行动党 看大家讲 行动党连派政府的东西 都要把自己的头像贴在上面 把DAP贴在上面 之前COVID派物资 大家还记得吗 全部都要印上标志 拿政府的钱当做是自己的 记得吗 像这个新闻 路灶服去 拨款给学校 拨款给社团 支票印上大大的火箭标志 给反对党骂 这个是圆怀哨 土团的圆怀哨 批评尼可敏 学校拨款 模拟机票 支票印火箭标志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 你叫行动党了 以后行动党 你是政府的 你拿我们人民的钱 去拨款给人民 为什么你要放联合政府的标志 为什么要放行动党的标志 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要叫酒商出钱出力 不要放标志 你为他们蠢的 他们来捐钱 当然是为了华教好 但是某种程度 是要做生意 我不能打广告 我通过这种方式 来给大家知道我 来给大家喝酒 我就可以赚钱 你们也可以筹钱 群策群力 火箭政府 拿我们人民的钱 都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不是土团 有人火箭支持者 肯定会讲 土团圆怀哨 都是讲鸟话的 红律师这么 要拿圆怀哨的鸟话来讲 不是勒 不是圆怀哨的鸟话罢了 阿克马 乌清团长也叫尼可敏解释 政府拨款支票 为何有火箭的标志 为什么火箭要拿 政府的脸来贴在自己的屁股 政府的钱 当作是自己的拨款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袁怀哨出来批评 巫统出来批评 当然 阿克马也很多人讲 他是政府内的反对党 是废的 是错的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人 政府不该政府援助不该有党标志 安华奖以后不准再放 你的老大也这样讲 这个是明明白白错误的事情 这些政治人物都一直在做 你要Tiger出钱出力 赚钱的工资 Tiger是没有欠我们的 这些政治人物是欠我们的 不要用钱 不要用力 然后不要放自己的标志 真的就是付出罢了 你自己能够做到 你再来讲 我不要给你钱 你来帮华教洗厕所做工 十年如一日 十年 你可能有热诊做一两个月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十年如一日肯定做不到的 一百万个人里面 可能就一个两个可以做到而已 安华也讲 以后不准再犯 当时尼可敏是被大大的打脸的 他给人家抨击 给人家骂了 整个礼拜都没有出来道歉 直到老大 安华出来 尿他 他才小小 尼可敏 军行首相指示 拨款只用政府标志 看到吗 老大讲错才是错 他们就是已经废到这种地步 而且 为什么要用政府标志 按照这样子的逻辑 按照这些洗地人的逻辑 开一个 Casper来办一眼 不要放标志也可以 那你政府帮人民 为什么要放政府标志 不要讲放火箭 为什么要放政府标志 一模一样的情况 你看 狠狠的被打脸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 我先打脸了这个标志的课题 我们再打脸另一个 陆兆福说 Most Chinese School Fundraiser Don't Involve Students 没有包含Students 没有在礼堂里面做 陆兆福的原话是讲 现在礼堂不可以有酒标志 不可以喝酒 没问题 这些一眼 多数是在学校外面举办的 对不对 有听到陆兆福讲这一句的法歌舞 你看这位大哥 马上来吊 因为知道的人都知道 你有参与过华教的筹款 一眼 你有在华校里面过 像我是世间华校的董事会的法律顾问 也帮华校筹过款 我甚至在这些华校里面里 一眼里面做过工 以前我去捧菜的 记得吗 都可以知道陆兆福在说谎 绝大多数的一眼都是在学校里面办的 只有少数办到非常大型 万人宴 万人宴或者是五千人宴 两千人宴 学校的礼堂 尤其是小学礼堂 有些很小 装不下 大多数的小学礼堂都是五六十桌罢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现在用电脑这边 你看 大家觉得有没有Q-Switch 我的iPad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再转转转转转转的 到现在还是如此 所以不用紧 我们就用 幸好我有两台电脑 我就用这一台电脑 我们iPad也中 到现在为止都还在转圆圈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没有车大炮的 那我们直接用我这部电脑 我就没有外接 大家自己去评估 有没有人狙击 有没有人打压 有没有人骚扰 已经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是不会back up的 我不怕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你要来抓 我要来告我 我跟你奋战到底 我跟你奋斗到底 我们继续讲 不要停下来 那这位大哥就发出来给大家了 任何人像我是在学校里面 有做议演过的 我去帮忙过 我现在也是在 这两年也有筹款给华校 然后也是学校的董事会 都知道 绝大部分的议演 都是在校内举办的 只有很大型 要搬几百桌 学校的礼堂不够 才会去外面租借 这些是少之又少的情况 因为不要省钱 你去外面租场地 一个大礼堂 你要花几万块来租 这个钱不会兼给学校更好 所以学校是很可怜的 他们每一分钱都要很小心 所以他们是不会去外面租场地的 只有那些废材讲片话的 像陆兆福 才跟你讲 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外面举办 所以不会影响 你看到吗 为了不要给人骂 他可以颠倒是非到这一个地步 这个是多么可恨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讲 大家可能不相信 可能相信陆兆福想的 我看到很多读友都讲 你们有出席过 其实都知道了 华教议员多数是在学校举办的 不用紧 我拿新闻来给大家看 你看不止一位大哥讲 华校拨款 大多数都是在校内举行 大家看 每一位读友自己都知道的 像姚冢大哥刚才也有提起 大家都知道 只有陆兆福 正眼说瞎话在骗你 跟你讲这些都是在校外举办 校外举办是少之又少 只有超级大型 像我们这个 巴都巴哈大哥的 他是做主席 华人中学 非常大型 好像200座 学校装不下 才去外面举办 不然绝大多数都是校内举办 我找了新闻给大家 你看这个1500万住11校 大家可以去找新闻 里面90%都是在学校的礼堂举办的 我有把新闻截图出来 这个是侨明学校 就是刚才我们有大哥 我同乡的大哥去侨明出席 我刚才有把照片发给大家看嘛 Tiger的标志全部消失 那现在我拿新闻给大家看 这场一眼 第二段大家看 于7月20日 在侨明学校礼堂圆满举行 看到吗 一眼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 不是在外面 然后这个致命华小 致命华小就是第一场出问题的 到现在那个雷剑雄YB 还没有出来道歉 已经两位行政议员 王思汉 还有另外一位叫什么名 我忘记了 两位出来帮他道歉 雷剑雄现在都还没有道歉 他把致命华小摆上台 他说是致命华小摆他上台 来害他们叫致命华小 来解释 到现在他还没有道歉 那一位讲来骂他的人 是蟑螂的市议员 到现在都还没有道歉 这些大家要记得 永远记得这些人的嘴脸 是怎样骂你是蟑螂 是怎样把责任出事的时候 就把责任推给你 没有事情就拍照 哈哈站在中间 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出事了 马上一脚把你踢开 这种鸟人一定要记得 那致命华小 也是在学校礼堂办的 大家自己看下面写的文字 现在我看是很小 所以我不读给大家 大家自己看 同样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 然后太风华小 这个十月才要举行的 四股来太风华小 你看四股来太风华小 十大一眼 十月二十五号举行 然后他将会在华小里面的 礼堂新闻写到清清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 那个标志不见的情况 清清楚楚给大家 这些新闻这些图还没有出来 我就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陆兆福他犯下几个错误 第一他承诺的东西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不用紧 他也不敢出来邀功 可是他没有做到 他却出来讲了话 讲谎话 骗了 讲了好几个谎话 第一他说 在校内举行的这些婚宴晚宴 不会受到影响 这是天大的谎言 教育部并没有讲 教育部是清楚讲 不可以展示酒类标志 所以我们在里面喝酒 有没有酒类标志 除非所有瓶子 所有罐子 把他的标志遮起来 把他的标志撕掉 不然一定有酒类标志 对不对 你陆兆福凭什么可以自我诠释 他没有跟你讲 他就是为了不让人骂 为了转移焦点 而这样子讲 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片话 第二个片话 他跟你讲 学校礼堂 其实很少办一眼的 筹款都是去外面办的 这个是片话中的片话 绝大多数 70% 90% 都是在学校里面办的 因为要节省 这一个费用开销 华校用每一分钱 都要很小心 只有超级大型 学校无法举办 学校的草场 不能够塞下去 可以搭帐棚 学校的礼堂不够 我们才去外面办 你看到吗 陆兆福可以 用这种无耻的理由来开脱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也是最令人 遗憾心痛的课题 我很喜欢陆兆福的 在我直播 来读友们 发个五大声招呼 在我的直播 我称赞陆兆福 称赞过多少次 我对他是有期望的 结果 这个期望到现在 是完全的希望 完全的失望 安春不作为 没有为我们争取权益 讲了 没有做到 这些都不用紧 你没有用 你跟马华一样烂 争取不到 我可以accept 不用紧 最可悲的是你做不到了 你要讲电话来骗我 要忽悠 这个才是最令人感到 伤心的地方 感到难过的地方 所以我很心痛 为什么我降火 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讲题 讲到这里 用电脑应该没有这么清楚 看到我的头也比较大 没有这么handsome 我们最后一个讲题 就讲到这里 我看到有读友说 行动党腐化的这么快 这个我上两个直播讲题 就已经讲了 马华用了60年 才走完这条路 从历经土制到安逸 就不争取了安逸享受 一开始是历经土制 帮我们争取公民权 帮我们保护华教 保护华校 保护华人 发动彩票 筹款集资 去新村里面帮人 那时的马华是历经土制 但是过后 他们就进入了安逸期 尤其是李三春时代之后 之前我讲解过 进入了安逸期 就在那边享受 做官的乐趣 然后在那边内斗 争权夺利 然后后来就完全进入腐败期 争权夺利 以前还会做一点事 后来是完全不做事 就只是为了当官 去做政府的打手 60年走完这三个阶段 行动党只用短短的两 我不是现在才讲 两三个礼拜前的直播 两三场间的直播 我就讲 所以拜托大家 睁开你们的眼睛 去敲醒行动党 不要给行动党再腐烂了 行动党再腐烂下去 必然跟马华一样的下场 被唾弃 现在至少已经30% 40%的华人票跑了 当然这些跑 不一定会投给土管 也不一定会投给第三四例 但是这些人 绝对不会出来投票 三四十八仙跑了 还敲不行你 接下来这个比例 会来到五十八仙 六十八仙 七十八仙 就像对马华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 新系行动党的人士 现在要去苦口婆心 敲醒这些领袖 叫他们做出改变 叫他们要敢怒敢言 不要做进京党 不要只为了当官 不要只看眼前利益 不要把行动党 五十年前积累 五十年来 积累起来的威望声势 就这样子典当掉 所以拜托 大家去跟行动党家 那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你看又出问题了 而且到现在 都还没有恢复 我给大家看 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看到吗 iPad iPad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不可能的事情 它应该是 block掉我这一架的IP了 block掉我这一架的IP 当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这边是上不到网 所以它一直在转 现在有卡 虽然这架电脑卡 可是它还是可以看 我这边是没有卡 你看到吗 它的标志是美美的 没有卡的标志 可是在那边转延权 应该是block掉 我这个browser的IP 还是怎么样 我不会啦 IT 但是肯定有这些 下山蓝的行为在 那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